關於台灣的叛亂電台 年代新聞台啊 沒有啦 叛亂電台 是可以允許的 年代新聞台可以允許的 我認為啦 小弟認為 為什麼 因為很明顯的啊 像 像蘇貞昌那些台語掛的 感覺啊 就就是 對馬政府啊 比較 比較打不過有沒有 真的比較打不過 感覺這個 都是 比較笨的 他喊滿的 口齒也不清 國語也不會講 蘇貞昌那些啊 這個 看你外表我就覺得你跟我打不過了 對不對 是打不過馬英九這一票人的 外表就輸了吧 再加上學識啊 各方面 而年代不同喔 年代好像什麼 就是一個 跟馬英九差不多的一個 能力的一個反對力量 唉 他 一個反對的 一個檢討檢討的齁 一個一個 好像一個小針這樣子 唉 搓你一下 搓你一下 這因為 這比較土的人嘛 明顯是打不過嘛 所以找一些 唉 好像看起來還滿優秀的齁 連帶一些 原來叫什麼 曹什麼 曹思捷啊 可是張齊凱我就覺得 國語都講不清楚 我看他就不想看了 你再怎麼罵 我是覺得他怎麼 你自己 自己很卑微有沒有 自己很卑劣啊 所以你一直 故意說人家不好 對不對 你要多找像什麼 曹什麼 曹什麼 曹思捷啊 就是看起來也教育程度很好的 來吐一下嘛 政府 吐一下吐一下 吐一下 吐一下 曹什麼捷啊 或是卸政務啊 來吐一下吐一下 是有幫助的 因為 那些土台八明顯的鬥不過嘛 對不對 長得也不夠帥 這個教育程度也不夠 對不對 你就找一些這個教育程度好一些 來吐一下吐一下 對不對